拍過一個綜藝 這件事情是這樣的嗎 我沒想到你記憶那麼深刻 我一旦逢人便說 他說那個時候我們呢 去那個日本拍照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去拍那個片子的時候呢 有很多在京都 然後遇到了很多那個學生 學生黨 然後大家就看到 哇 可愛 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就是日本的 日本當地學生 他們好像很喜歡很憧憬 那種長得好看的 或者 我的天啊 反正就過來跟我們合照了 當事人已經要不行了 其實大家工作壓力都蠻大的 聽到這樣的話 整個身心突然被注入了一陣強心劑 輸了唇癢一樣 特別的來勁 特別的舒服 但是有一點很好 剛才我問了 是日本的 還有人認出我們了 就是問我們是不是SNS 也是SNS夠了 中國人嗎 問我聽聽看 這句好 可能是劇組請來的那種 群眾演員吧 也說不定 人家突然變低調了 低調一點 低調一點 還有那個日本的小男生們 也是在旁邊那個穿著學生服 哇 這個姐姐怎麼怎麼 你也開始了 你也開始了 是啦 是啦 是不是有點美了 大哥注重日本的小男生 我們這種 5A級這種風景 5A級的風景 對 做一個風景這種展示區吧 對 是比較低調的 最近你各個旅遊 今天的手冊沒少讀啊 對 歡迎大家來旅遊 來問我們這 太棒了 太棒了 感覺就很好 來來來來 我發現一個比較烏龍的事情 就是在賽班的時候 我去買東西 買了一根香腸 然後拿著很開心 在咔咔自拍的時候 然後那個店家就問我一句話 Bluh Bluh 我沒聽清楚 我記得她還問我什麼 Where do you from 我說 I'm Chinese 然後就很開箱的走了 結果發現 Where are you from 然後我說 I'm Chinese 我走了之後 我發現我沒有付錢 啊 然後她也就 對 對 回去付錢了 對 所以她那個句話 她其實就說我沒付錢 然後沒聽懂 但也是因為你比較可愛 比較美 她會用一個比較善意的方式 提醒你愛心 然後換一個看不順眼的 肯定是這樣子 把她叫回來了 Get out 對不對 對 Get out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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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 for Pay for OK 這個事滿有意思的 那另外還有什麼事情 可以分享一下 嗯 其實我還有啦 你是好多 非常出責的人 這次可能就不是危急風險 可能是國家歷史保護建築 是 是你的語心 這一次就是 我們也是去過很多國家的人了 然後呢 我們去外面 就是有別的 比如說我們去韓國 然後有日本人 讓我們幫忙去拍照 然後拍完了 他居然會 就是會跟我們說韓語的謝謝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就說 No I'm Chinese 對 非常自信 就是會認錯那種的 不卑不亢 對 不卑不亢 像大家都對 就是自己的語言天賦 很有自信 如果是我的話 我出去 如果身邊不帶一個人出去的話 我真的就 對 就很沒有安全感這樣 因為我們經常去歐洲那種地方嘛 就因為工作 然後他們就 那些人說他就 不僅是歐洲 然後是說什麼 不不不不 浩天哥 他只要 Pardon Pardon 他會說Pardon 而且他是除了歐洲 他去東南亞每一個角落 有時候連中國他的口齒都不輕 你知道嗎 你中國話先說說明白了 我們去那個東南亞的時候也是 就去歐洲啊 那個也不算什麼了 日本啊 韓國啊 他都需要帶個翻譯才能 才能補救回來 如果我身邊沒有人的話 我出去的話肯定就會 這個人就死了 就是 就是你這樣的人 就是出國旅行工作的話 成本可能會比較高 所以我很羨慕那種 可以一個人去歐洲 可以去環遊世界的人 保證你的英文水平 馬上就蹭蹭網上說 手機上下載一個翻譯官軟件 啊 對呀 可是我是 很有自尊心的人 哈哈 對啊 沒 沒有你就出去 我教你 你學的那個雅語啊 你跟全世界打雅語 對 可以考慮一下 謝謝大家幫助我 對 你以後用法的解決這些問題 趙月好像最近是學了雅語是不是 對 沒有 我最近其實剛從台灣回來 哇 哇 好懂 給我走 因為我是去工作嘛 然後但是中間就是有很常閒的休息 我會到那邊去夜市去買一些好吃的去吃 去到哪個夜市 大腸包小腸 是零夜市傳統的 然後我第一天過去錢全部花光 真的假的 敗家的玩意兒 過去了以後就沒有錢買吃了 不用帶什麼錢去吧 哈哈 帶了很多 一個夜市錢的我 就一直就買了 看了 哎 這個是什麼 什麼 甘蔗牛奶 好喝喝 然後買了三瓶 身上沒有口袋不能放現金 就放了很多現金是不是 對這裏面其實就是信用卡了 信用卡 就說一打黑卡 這是一個你很喜歡的造型的包包是不是 是你旅行會一直戴著的嗎 它今天的時尚破壞 因為就是我平時就是很少會背那種 就是工作的時候很少會背這種小包包 因為工作的時候裡面要幫化妝品啊 什麼防曬啊 然後什麼的一些 然後因為出去旅遊嘛 就想拍好好看的照片 就會用這種小包包 便携 其實真的啊 我們聽到了 就是大家每個人稍微分享了一點 但是旅行當中滿滿都是快樂的 令人這個難以忘懷的記憶 那旅行其實出去一趟也蠻不容易的 因為你要做準備嘛 因為尤其女生尤其是藝人 你不能夠很草率 那不管幾天都會要帶一個那個什麼旅行箱 對 就很多人啊 很多粉絲啊 特別好奇就是 漂亮的女生啊 女神啊 女藝人 她就隨身的包包啊 旅行的旅行箱裡面帶什麼樣的東西 有沒有 坐坐是為什麼呢 我們就提到女神了嘛 你突然坐坐 硬核一下你的 嗯 突然挺值得 我說的是他們 也包括你 對對對 就是有沒有 身邊的朋友是男生啊 或者什麼 就特別對你們身邊的行李箱啊 旅行包之類的 特別好奇 男生沒有吧 我們現在有好多女飯啊 他們都很好奇 女生比較好奇 對對 有道理 我是站在男生角度 女生想看看你們 就同性別 對 他們要有同款嘛 對 想要同款 想要get同款 這樣 今天我們不妨 就來滿足一下大家的心願 我們就將自己的私家旅行箱 來一個徹底的大揭秘 好不好 好 來 我們到中間去 好 來來來 背著我的包嗎 放這兒吧 哎呀 真是機會難得呀 腳踏了一下 好 這感覺要打乒乓球了 哎 我也覺得像個乒乓球 來來來 好的 好的 雙打 雙打 既然這樣呢 我們就回到我們的這個 剛才要說的這個重點啊 好 個人的旅行箱大揭秘 咱們一個一個來 我們的黑衣人 已經將各位的旅行箱集結 哇 請乘上來 這個女兒是誰的 這麼少女 黑粉 你們猜一下是誰的 黑粉 這個行李箱出了好多地方 我覺得這個行李箱 應該是 是誰的 真是 冬主風 來來來 中間中間 今天真的很 請到中間來 這是我珍藏已久的旅行箱 都沒怎麼借你用我 袋子以後能不能放得好啊 袋子以後放得好嗎 很想知道裡面有什麼 噹噹噹噹噹噹噹 沒有打開 有視力的行李箱 哇 哇 哎呀好可憐哦 你要不要先看看 有沒有什麼特別 特別私密的東西 不能給大家看 告訴你們 這一個 女愛的女愛的行李箱 可以啊 不愧是女愛的行李箱 而且因為我們平時經常出生的 女愛的女愛的行李箱 你啊之類的 所以我經常會用這種敏感肌 可以用的 真的我可以證明 這款不僅是很多女藝人 喜歡用隨身鞋帶 很多男藝人 巨星 但是她們擁有敏感的肌膚 她們 有一點有一點 你看你的朋友圈真的很廣泛 小小一罐多種功效 對不對 徹底呵護 很棒 而且我想還有裡面 還有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有那個泡澡的 這個 我覺得是 養生足必備 我平時因為工作忙嘛 經常熬夜啊什麼 然後去泡澡啊 然後呢泡澡再配上這個 這是 一次性浴缸泡 這是吃火鍋的 啊 有泡鍋了 這是一次性浴缸泡 在酒店的浴缸啊 難免太消毒 沒有那麼徹底 這個好 你這裡面都是 都是平時必備的 十五大櫃子 許家綺 許家綺的應援某毯 這是我的那個粉絲 應援會做的那個應援毯 就是我們夏天可以防曬 冬天可以保暖 對特別棒 好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我們女孩子 會用的什麼紙板夾啊 然後這個 這是養生的那種 叫僵貼 對 就是說你的膝蓋痛啊 什麼肩膀痛啊 好可憐 好可憐 剛剛這是一個七十歲的人的相似 我之前和許家綺住一塊 都特別貼心 知道我膝蓋痛 馬上掏出一堆 就是這種 家綺 家綺以後一定是個好老婆 好媽媽 不僅懂得給自己人生 好好說話 好好說話 這太適合你了 許家綺 你要通學一下 就是這個 我粉絲 就是經常嫌棄我說話 然後要給我一種 什麼好好說話 還有甄嬛傳 然後還有給那些什麼 培養情商 這是其他說的那些 對 就是這些 書正三觀 透露齊襲 深蒙有料 人生必修 還給了什麼演員的修養 剛剛小虎說的你要加一句 好好說人話 哈哈 對 這本書還是不錯的 好書啊 好書啊 唯一生活唯普 OK 還有什麼呢 嗯 還有這種 哎呦喂 東西很多啊 這是什麼 對啊 這自拍杆 自拍杆了解了解了解 這是不是很可愛 就是了解 你知道你也是 我看完它突然覺得自己 然後 這是女人的生活 這個 這是那個 哇 居然是四個頭了 手臂和臉部 頸部 就是我們上臺前 如果要三下走的話 你每天好充實哦 這個很適合我 每天上臺前 我想說每天從早忙到晚 對 養生 還有嗎 還有嗎 我都可以想像的 你泡著澡 然後滾著這個 然後再看好好說話的樣子 非常地生動 嗯 還有分油精啊 什麼的 風油精 啊 分 分 風油精 好好說話 好好說話 好好說人話 對 清涼油 就是 我們現在夏天 不是要 要提神那種的 提神 給我來點吧 給我來點吧 真的 我也 我也需要 小心拉著眼睛啊 排隊啊 一個個 挨個兒來看 新的 我自己塗就可以了 你們要一點嗎 謝謝 快點都要一點嗎 必備 我箱子裡有 我帶過來 塗哪 涼哪 是我那天要用的 對 OK 很爽 差不多了 我的大概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OK OK 很豐富 是我小時候的樂趣 被蚊子咬了 就要塗點 我覺得佳琪 如果用一個標籤來行動的話 就是 保養女生 對 養生專家 她對自己 特別的好 喜歡帶這種亂七選老人的 你在裡面選兩樣東西出來 選兩樣 就是你覺得 一定要帶著的 最重要 不會是好好說話 不會現在夏天了嗎 應該不是 所以呢 當然這個 噴霧 爽身噴霧是一樣的 可以 有道理 對 是我們 你們兩個有什麼 我喜歡那好好說話 泡玉咬 泡澡的那個挺不錯的 泡澡的 來個泡澡的那個吧 泡澡真的很 也很真心推薦 那個姜貼也不錯 欲言欲粉是吧 這個是 好 這是排毒的 有興趣對她的東西 可以 很難想像 還是很有收穫的 可以獲得一些同款 來 我們請黑衣人 再給我們 換一個行李箱 說實話 許家綺 中年以後會怎麼辦 我覺得中年可能就帶 那種糖啊 糖果之類的 坐在一個儀器上 中年就是掉這個眼水出來 行李箱裝個按摩椅出來 眼水推個那個 輪椅出來 這是誰 這是誰的 好綠 我猜到了 阿揚吧 這個好綠 這也有個青蛙 這麼綠 我覺得我這麼綠 團體當中誰 誰比較喜歡青蛙 我 我 蕭瑩姐 這個都挺胸 我覺得長得像青蛙 蕭瑩那妳的嗎 長得像青蛙 她說的是我 許揚妳是人嗎 說這種話 是我沒錯 有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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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就稍微有點髒了 沒事沒事 還經常使用 幫妳打開 這種都是旅行的痕跡 對 旅行必備 旅行的痕跡 這是我去近的地方 一直帶的箱子 哇 哇 哇 脫鞋 這是 這跟什麼東西 脫鞋 就是早上有點急 因為我去酒店 就是我們有時候去的 那個酒店 可能就是 嗯 就是 就它裡面的拖鞋 可能就像那個紙一樣的吧 有時候借過 所以我就一定要戴個拖鞋 自己戴是個好習慣 因為環保 對 然後還有的就是 什麼 拿走了嗎 哎 怎麼就開吃了呢 那個 那個很好吃 大哥好像很害怕的 這是我的零食 哎 妳這裡面吃的東西挺多的 對 因為我喜歡吃 這是餅乾 這是橡皮糖 其實昨天更多 但是昨天晚上我吃了 OK OK 那說說其他的 然後還有小型的吹風機 也會帶 對對對 然後這個是 那個 甲板 甲板 就是 因為短飯了嘛 所以就打理的時候 非常不方便 然後一定要戴這個 哦 對對對 對 就很方便 因為他很小巧 嗯 原來 然後 這是必備的墨鏡 墨鏡 對啊 就是走機場啊 什麼什麼的 就不化妝 機場時尚 對時尚 大牌一般都這樣 你真的把自己當明星耶 小款 不得不說一下 什麼叫當明星 我本來不就是明星嗎 我可是當紅 當紅一線 你不僅 你不僅也是明星 你是大明星 大明星 超大的那種 然後這邊是 面膜 這是夾刘海的 發夾 還有口罩 然後這是 一線你明星 必備的口罩 口罩配墨鏡 你這樣子 你一套節目 就這樣一套 這個好嗎 眼鏡口罩 加上那個 刘海夾一面 讓我吸一口 然後還有面膜 這個很實用的 對 這是一定要用的 這個很好用的牌子 是吧 對 可以打廣播嗎 我們現在 我知道就可以了 好 這龍虎通鼻書是吧 對 這個其實我們人手一支的 人手一支 對 然後這邊其實就是我穿的衣服了 那邊上好看 這樣跟Kiki比起來 我的行李箱真的很普通 你的感覺就是 你是一個完全不養生的人 對 我是完全就是 吃 他不養生 吃 耍大牌 吃 耍大牌 對 我的重點 我覺得你這兩個標籤貼得特別好 吃 耍大牌 一個點 耍大牌 吃的 對 我的重點應該就是 簡稱吃大牌 真大牌 那如果挑兩樣 大牌 就是我的 直辦家和 眼鏡 吃的 你看大哥犯了個白眼 沒錯吧 你為什麼不要選這個東西呢 吃 耍大牌 對啊 吃 好吧 把這個兩個拿出來啊 待會兒 我們可以做一個榜單 做一個評選 來我們請黑衣人繼續 穿下一個行李箱 掌聲鼓勵一下 掌聲鼓勵 哇這個我知道 呆萌的 這個特別昂貴的 對這個 要什麼來著 叫什麼來著 熊吧 布朗 布朗 就是個熊妹 要我帶來看一下嗎 對要給大家 秀一秀 哦 就是為了 力氣好大 不要讓人家拿錯我的箱子 行李牌應該是個性展示意識 但是我裡面的那個名字掉了 可能有人暗戀我 把我名字拿走 把我的簽名拿走 請開始你的表演 哇 請開始你的表演 哇 對就是很規整的一個箱子 哇 首先就是要給大家分享的 這個東西 就是我剛說了嘛 我旅行的時候必備的 自拍什麼 就是要拍照啊 但是你有 這是 看看呀 看到了什麼 欸你怎麼跳過這段了 不不我先介紹我的 就是神器套裝 就是 一個 這個手機就是自拍很好 啊 剛剛跟Kiki也同款 對 這個是我們之前就是在一個劇組 一個演員姐姐送給我們的 然後這個可以開燈 對 然後呢 補光 對 補光燈 然後 每次要拍照直播的時候 很流行的那種直播嘛 就是用這個手機直播 畫質也很好 很高興 感覺就是 這個手機再加一個補光燈 哇 我當你鼻樑那麼厲害了 很漂亮 還是那三個詞啊 漂亮完美 厲害了 對 一定要精緻嘛做人 然後 然後 這是我必備的一個 所以你就是 是做一個精緻鬼了 對 我覺得我一定要先把這個東西留下 這已經是我選了要留下的 這是最貴了 這是兩樣了 還有這個是 好吧 打二合一了就算一樣 打底褲 打底褲很重要啊 快看看 快看看 好好好 沒事沒事 我們保護一下 女生私民內衣 女生物名 好 然後就是 化妝包 寫我裡面的那個洗漱包很少 水 這個 很少女 這個 水冰玉 這個太閃了吧 水冰玉 這個是我的洗漱包 就是裡面的東西其實很普通 但是我覺得這個洗漱包很好看 很好看 三年了 我也 然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是這個 是 啊 是不是你剛剛 桌布的那個東西 這是一塊桌布嗎 枕筋嗎 這是一塊枕筋 就是因為枕筋和那個香水 因為我就是去到不同的地方 我就很在意那種氣味 然後和臉貼的那個地方 是不是乾淨 對 觸感 所以我每次不管去哪裡 都要帶我自己的枕筋 這個 這個也鼓鼓掌 這個 這個我覺得有品質 它其實在行李箱裡 並不佔很多地方 可是 可是它把那個枕筋和打底布放在一起 這個 這個品質到底在拿 這什麼也很值得人嗎 那這個 很矛盾 很矛盾 很乾淨 然後 對 然後 我看到 哎呀 還有什麼呀 還有的就是墨鏡和電風扇 哦 對了 電風扇 這個很棒 這個是夏天必備 吐炫 你先做美甲 這怎麼放在身上 這個就是你 沒啥 這個門戴 因為你有時候會很熱嘛 然後你只要帶一個這樣的那個叫什麼 帆布袋 你是做美甲的嗎 我不是啊 我是精緻女人 然後 然後把這個東西插在那個充電堡上 開 你們是沒有充電堡現在 我沒有 給我充電堡 就沒有帶上來 然後就是一開 你就很涼快 然後也不太棒 就這樣 這什麼意思 這個背景音給得很好 吹腰吹腰 帶這個小新骨風機就下來了 小新骨風機就是你每次拍照 你還可以用它擺拍 你知道嗎 把這個衣裳 放在地上 從去 那種Beyond的感覺 吹腰吹腰 你這兩個已經可以選出來了 你就拍照吧 每天 就這兩個嗎 我這裡還有墨鏡 就是那種很 復古的嗎 妝的墨鏡 機場時尚 對 就是這種顏色的墨鏡 一般就是 機場有點難配 就是出去配上我 就是一些 可能流蘇的什麼的那種 衣服啊 也會比較配 流蘇的衣服 我們看看啊 大家看看 就現在 看看看看 哇 再拍照子拍感 哇 再拍照鼓動機 哇 完美 OK 好好好 四個蛇精 沒錯 就是精緻鬼 精緻鬼 精緻鬼 精緻女人 精緻鬼把自己的東西留下 然後黑衣人把這個箱子 就留下這個手機和鼓風機吧 太代表你了這個東西 你可以拿這個拍NV也一個人 需要舞台的一個人 需要聚光燈 就自己在那裡吵著 對 吹啊吹啊 我很累的感動 吹啊吹啊 精緻女人收東西需要30分鐘 黑衣人你看黑衣人這裡有個頭髮 我幫你找到這嗎 哎呀 好 嗨 黑衣人 嗨 黑衣人 嗨 終於長頭髮了 其實我想說 黑衣人 你真的蠻慘的 別摸人家了 沒事 哎 他在笑的求饒了 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們因為經常要出差嘛 是不是行李箱裡 就是基本上百分之 就是五十或七十以上的東西就是常年備好的 就是不用說每次出行的時候都要重新在裡面 對 都有配套的那種配置 就我聽說趙月去台灣去北京都用的一套東西 包括來杭州這邊也是 大哥這個箱子不得了 我這個也是 你看我上面全都一碎物品就知道我竟然要出去了 我的天 你是每次都會說要一碎嗎 你是帶一顆玻璃心出去的嗎 嗯 玻璃心裝箱 哇大哥這個輪子都有一點磨損 都磨損了已經 壞了 你要換一個吧 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暴力運輸啊 翻過來嗎 呼籲不要暴力運輸 翻過來 那這樣不好開 小心 這樣 這樣這樣子 我很怕我手機放在那裡邊 這個箱子就蠻重的 哇 很貴重 裡面很多東西 裡面什麼 那誰跟我打開 來吧 就是這樣 好 我很過來 我看看 好 好 好 這打開 快不懂了 其實打開 是個Beak Star 所以走到任何場合都需要帶個GOOP 要有要有 演唱會 演唱會 是個Beak Star 所以走到任何場合都需要帶個GOOP 要有要有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這個 演唱會 演唱會 有 演唱會 有 演唱會 有 演唱會 真撕的 就是這樣 高級 高級灰加上真撕 對 氣感好好 因為我是 就是見光會睡不著的人 見光 會睡不著的人 所以 我每天就是必須得睡得很昏暗 才可以 就一定要很黑 所以說你需要一些 絲絨之類的東西 對 絲絨 然後這裡是那個維生素C的那個藥丸 還有這個 是這個膠原蛋白 就是要補充的話 每天那個營養 所以你對自己也很好 對 我其實跟許阿琪有一點點像 倒霉她這麼老年人 她是傳統的中式養生 你這種是稍微偏稀式一點的 對 我這個有點 這個可以做到每天天吃 這個是每天可以敷的面膜 這個很好用 是從京都帶回來的 還有一個 還有那個 這個是我的 好可愛 洗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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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推薦嗎 洗漱包裡面 找一下 因為這個可以 就是去了旅行的話 可以掛著 這個很實用 這個掛著可以 這個很實用 然後裡面是我的洗臉 洗臉儀 對 然後還有一個身體乳 然後還有卸妝 什麼洗面奶都在裡面 這樣子 就是可以掛的上面 然後這裡是陸浴料 也是在這裡頭 也是我跟徐拉奇一樣 想泡 這是什麼 泡澡 都是泡澡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是這麼小一包 她還要帶這麼大一盒呢 我就是中式的 她是西式的 不一樣的技術 相同的樣子 而且她這個上面 還上述八個大字 叫做 精華雲液 調理氣血 高效盛入 調理氣血 還有調理氣血 感覺中華好功夫的感覺 這個一個可歸的呢 對建議零售價98元的血 超貴的 泡一次澡 我這個超市裡面買的那種 就很 就很 很正常的那種 OK OK 還有一個 必帶的東西 就是我 因為一旦熬夜的話 一定要喝這個 什麼 那個 高麗人生 紅生 紅生 哇 你這好咬我 這個一旦拍戲 你要熬夜的話 什麼的 你就可以喝這個 就是一下子一灌下去 就可以補進去 可以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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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什麼東西了 就這些東西 OK 那你要選兩件呢 眼罩是肯定要有的 那個真思高級灰的眼罩 是吧 對對對 這個 這個東西這麼好 你平時洗嗎 平時啊 洗嗎 平時 這個問題就過去了 剛買大概兩部星期 還沒到要洗的時候 也不怎麼用它 對 就只有旅行的時候用 剛剛踏上這條 高逼格之路是吧 才兩個星期 不是 我也平時會敷那個 蒸汽眼罩 然後 最近這個是 最黑的那種嘛 就是黑的不行的 我就喜歡這種款式 然後就買了一個這個 還有個什麼來著 嗯 面膜吧 面膜 啊不對 石書包吧 石書包 石書包東西多嘛 對不對 石書包裡面東西 OK 皮羽然 來 清點物品 把這個心理箱拿走 是是是 要喝 就是 怕光 其實每個人兩件啊 如果都待會把這些東西 都放在桌上 真的我覺得是 放在一個箱子裡 那這個旅行就精彩了 哦 這是 這是一般巧克力嗎 酒紅色 大氣 對 這是誰的呢 這格子的形狀 你看 紅色 紅色 紅色格子 才是誰的 就是張學的 是誰的 可能是吧 但是壓到那邊的東西 可能是吧 但是壓到那邊的東西 是誰的箱子 是我的 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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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屬愛 那你幹嘛說是我的 沒有 不是我 這個 沒有 因為我拿出去了 因為我拿出去了 大部分東西都在桌上 我們的老小 這個跟我們不一樣 好好學哦 對 這個是我走到哪兒 必須要帶到哪兒 這是我的 帳本嗎 你的 對 記帳本寫了 帳本 很多 哇 全是記帳 太勤儉持家了吧 太勤儉持家了吧 展示一下 太賢慧了 稍考5塊錢 而且 買茶9塊 修改夜那種就很認真很認真 小時候在你花多少錢 襪子27塊6 2013年 你13年花多少錢 看看到現在 1000多塊錢 3塊5冰淇淋 冰淇淋 所以剛才我說 家綺可能以後是一個好媽媽 好老婆 我先收回了 跟她比你差得遠了 你看 對 這種金打西裝過日子的這種情款 必須要算 誰欠我錢馬上必須要關 那請問你現在這個存款有嗎 存款有啊 有的是吧 有的 哇 那是我們以為最小的 然後存款可能是最短的 有可能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那太傷子尊了 對 這個我必須要帶著 這個你就必須要作為這個 拿出來的是不是 對 對 而且這是跟大家不一樣的 這個掉了你可能會傷心 對 我可能會 一定要找回來 哭到哭 看看物價這幾年長了沒 哈哈哈哈 看到了零食 對 這還有必備雞爪 鳳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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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鳳爪 是那個滷肉味的 你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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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風機是嗎 不是 這是派利德 派利德 對派利德 好不好 我覺得旅行的話 一定要派利德記錄下來 你會不會每次拍一張照 派利德 多少錢 三塊一張照片 對呀 在網上買那個紙的錢記下來 對 那如果旅行的話 你會給同行的朋友 會啊 所以說我們一邊是記帳的 勤儉結尾 但一邊我們是捨得為朋友花錢的 對不對 連贊 那這個也算是 還有什麼要介紹的嗎 還有什麼要介紹的嗎 好像沒有 其他沒有了 其他都在外面 都拿出來了 因為傑森買得比較爽 OK OK 好 這個我覺得還蠻驚喜的 對 蠻有點的 而且 而且你是喜歡橙色的人嗎 還好 就是當時 就是所有本子裡面顏色 這個橙色比較易跑看 這個袋袋也是橙色的 唉 這麼一聲 很巧 巧嗎 對嗎 巧 好 還有箱子嗎 好 還有兩個 最後一個 哎呀 這是誰的呢 哇這是誰的箱子 這麼小的箱子 好小 這個 珍珠魂的吧 應該是我的了 珍珠魂的吧 好小 珍珠魂 是誰 哇 哪個小公主啊 就是我的小公主 趙月小公主 爸 爸 聞到一股海產的味道 那種 對 來看看我的 哎 你看 這個 我覺得什麼東西 我大品牌哦 大品牌哦 被人們發現了 其實我偷偷在用來 哇 對 就是我們的 尼維亞 就是那個 防曬噴霧 對 它就是 就一般我們用那種噴霧 這個 SPF有 哦 50 50的 很高的 這個 而且我們平時就塗防曬啊 可能有時候會顧忌不到一些角落啊 什麼的 它就可以噴 就是全身上下角落 各種角落都可以 360度無死角 就在海灘上面經常不是會曬到一些 對 而且太陽再大的話你就不會害怕了 陪你去天涯海角 可以陪你去天涯海角 所以 太陽再也不擔心 有這兩罐東西真的就走遍天涯海角了 對 嗯 好啊 這真的很棒 這好 這好 來來來看看其他的 還有什麼藥 你怎麼把那瓶藥打開了 現在是病好了是吧 這瓶藥 呃 這個我 這個就不推薦了 哈哈 必不是大家都能吃是吧 必不是大家都能吃的藥 哦 這個東西 這什麼東西 我知道 解壓的好 對 這個是我解壓神器 啊 你是有多大的壓力 怎麼用的 就是你看它轉 就有看啊 看它轉你不會更難受嗎 哎呀好暈啊 好暈啊 哎別轉了別轉了別轉了 就會就是你心會得到釋放 就我想問一下 真的 我想問一下 就這個東西它原來是一個 別的功效 被你用作解壓神器 它就是解壓神器 它就是解壓神器 就是很忘紅的一個 給大家分享看一下 對 對你就拿在手上面去感受 你就拿著手上不停轉 感受這個風 我為什麼會一直覺得 一直重複 為什麼會很難受 你試試看 你玩一下你能解壓嗎 我不 你站不起來 他更難過了 你好猛 怎麼別人做得到 你沒有壓力 你的生活沒有壓力 你的生活沒有壓力 我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我試試看 我是可以測壓力 可是我拿著這個 我更有壓力 能夠賺起來的就是有壓力的人 我們試驗一下 我肯定有壓力 能賺起來就有壓力的人 來 哦 你好快 你壓力好大 壓力真的好大 所有的製作單位 對 幾乎 對 幾乎 你有壓力 你有壓力 你有什麼壓力 你有什麼壓力 你壓力是什麼 學業吧 學業 我們這裡是個占卜節目嗎 沒有 你看用這個就交朋友了 你跑到外面就交到很多朋友 然後就解壓了嗎 對啊 對啊 你有壓力 還是怎麼回事 我想問你一下 對 就是到夏天了 我們都會去海邊游泳 對不對 然後 我們都去游泳池 對吧 對 我 你可以洗澡 去海邊 我覺得你 這個 這個它就 一是 那個不是 這個不會 就是 汗和水 對 就海水 一般都是 就是 而且你看 你看 它還細細的汗毛 它可以保護汗毛 可能是吧 對 它很冰爽 而且 而且起笑很快 對 起笑特別快 然後像我 經常喜歡在海邊游泳的 因為剛從台灣那邊回來 就我就說 我的就是這些行李 都從台灣直接帶過來的 對 對 我就在那邊游泳 但是 但這個 你在海裡游過游泳以後 你一定要用清水洗乾淨 因為還是有鹽分 會把這個橡膠給腐蝕掉 橡膠會發硬 生活 只有一個人是懂的 生活 OK 還有什麼 還有 我一定會帶衣架 衣架 對 為什麼 因為就是一般 就是自己有私人的毛巾嘛 就是我不喜歡 掛在酒店的那種 就是 衣架上面 這個跟你剛才那個 就是整巾是 一曲同一曲 對對對 私人化的處理 私人化 然後還有跟陳琳一樣 拍個拍立得 對 我覺得原來好像 拍立得 感覺就拍一張就要花一些錢 感覺蠻貴 但是如果旅行的話 有這個東西真的蠻好的 因為 立馬就可以讓你得到快樂 對不對 OK 然後還有跟大家一樣的 但我沒大家那麼高級 自拍桿 你這個好樸素 對 最簡單的那種自拍桿 像剛剛發明推出的那種 就對了 哎呦 人家已經拿出這種自拍桿了 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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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不要在意他了好不好 哈哈 再拿出來就顯得有些 一笑大方了 你知道嗎 哈哈 哎 我再拿出這個 這個應該大家都沒有吧 洗臉生氣 洗臉生氣 哦 對 像我就是 原來是有流海的 對 就前面頭髮 用髒很多 就敷面膜啊 什麼時候可以戴什麼 然後他有個蝴蝶姐 很可愛 很像女星 好東西 然後旅行的話 還有旅行裝的洗面奶 哦 我也用這款 它很精緻 它是旅行裝 那 差不多 你選擇兩款一定要戴的 一個是剛剛說的是什麼 宜家 一個是 宜家 對 宜家 是一定要戴 然後接下來就是 防曬霜 你孩子必須得要戴的 好 來來來 來吧 箱子 再換一個 好了 這就完美了對不對 漂亮 來來來 收關 下一個箱子 應該是最後一個了吧 對 最後一個 壓軸箱子 壓軸 壓軸 雖然是隨機 但我們也是希望 它裡面有一點 大家就眼前一樣 精彩的東西 精彩的東西 有沒有 好像不太有 做人要有信心 也是保新風霜了這個箱子 對不對 推銷好不好 就看自己吹啊 對不對 生活很精彩 一樣普通的東西 你看你怎麼說了 對吧 你看我家上面的屋子 迫不及待打開它了 這個箱子有一點歷史 有點碾碎了 哇 我先看看 我還沒怎麼認真檢查過 我隨便裝完 你看看 我快了 別看了 這個帽子 這個小花 好笑的你 你真的今天很適合 像春遊的小雞 好像面前跳蚤市場 這個襪子也很適合 這個是什麼 這個襪子也太小了吧 這超可愛 這是你的襪子嗎 透牙刷的賊 好好好 全是黃的 尊重 尊重 我們尊重當事人的情感 尊重 尊重 好了好了 尊重他 尊重 讓他自己說 讓他自己說 超可愛 對 首先這個帽子 就是很可愛的小黃帽 然後加上黃色 這邊加上黃色襪子 你是很喜歡黃色的物件 還有黃色的那個 都太可愛了 這個太可愛了 我好喜歡這個 好像黃人小玉琢 這人家的那個 卷霸棒都是這麼大的 為什麼你這個是這麼小 我以為我這也很便邪了 你的頭比別人小嗎 這個更便邪啊 就是輸了我們 可以裝這個什麼 但現在卷什麼呢 這個 瘤海 你沒瘤海不知道吧 不知道 哦 這是懶蛋蛋 突然 開心 然後這個 我最近新買的 很可愛的收納袋 很可愛 然後就是 這裡面也都是 我很少女的一些 就是東西 配飾 手飾 什麼的 我的天啊 什麼 演織少女型 好彩色 對 這是 馬卡龍色 夏天 很適合夏天的 種種搭配 就是你每次穿 不管怎麼樣的衣服 你都可以在這個 白寶袋裡面 掏出一個 最適合它的單品 好像它的這個箱子 一打開 這個平均年齡被拉下來了 什麼平均年齡 平均年齡拉下來了 我要介紹一個 我這個新買的 你們快看我這 你都是新買的 這是什麼 我進來 我問一下 你很多東西都是最近新買的 你是最近發財了嗎 別拿我 就是從 從廈門 真的很結賞了這個人 酒店的牙刷 哈哈哈哈 我認識的呢 廈門樂華酒店 還有洗衣粉 你們決定去廈門出個公餐嗎 洗衣粉 洗衣粉 很方便 它這種包裝 很少看到這種洗衣粉包裝 小玉琢啊 不過我為它證明說一下 就是說 我們每一次住酒店的這個 花費裡面是包含那些 一次性的肥皂啊 浴帽啊 牙刷的 其實呢 就是說本著這個環保 節約的原則 我們是可以把它帶回來 是 在下一次的旅行 或者平時家裡有客人來的時候 給它用 對 我就是為了給我媽媽 就是家裡有客人說用 這個絕對不是貪小便宜 我以為是道歉行為 不不不 這 你是聾了嗎 我說的是 這個絕對不是貪小便宜 這是一種環保的做法 非常非常好 對 受教受教受教 你知道我的好人行嗎 謝謝 我說回一隻就話 謝謝 然後這個 看那個 這個是一個墨鏡 這是什麼 這是髮夾 它其實是一個髮夾 哦 好可愛 很潮勁 很潮的 是女星 對 都哪裡逃到這些東西 好可怕 誰已經請上 而且它這個夾子後面是一種媽媽夾 就是可以 夾在後面 夾在後面 所以我也沒怎麼用過 第一次看過 很少第一次看過 國際好玩 國際好玩 這個還有條狀的 這應該 我就想去買 2 3 4 5 送給你了 可能用了一個 不會是早上誰 上週誰送我一頂帽子 這個 有兩帽 有兩帽 上次 帽子呢 哎 帽子錄完的時候沒了嗎 帽子 塞在口袋裡了 可能被黑衣人想過 黑衣人 對 黑衣人 這是穿過的吧 哎 這是穿過的吧 哇 那個 哇 這也好可愛 那個碰釘 對 這個就是洗漱產品的收納袋 然後 這個是一次性 可以說嗎 就一次性用品之類的 就非常好 我非常喜歡一次性的就是東西 所以就很喜歡收藏 還有酒店的一次性拖鞋也非常好 然後如果要我選的話 選兩樣 選兩件必帶的 心頭好 我覺得是 這個我的白寶箱 白寶箱 這是護膚化妝品嗎 對 對 再拿著這個吧 這個 這個第一次見的 好吧 那就這個吧 隨身攜帶的漱口水 而且這裡有六個 我們可以就是 對 就分了分了 就你們六個 我們 他當事人沒有 主持人也沒有 我不同意 好 分給你們 分給你們 對對對 不對啊 他剛才已經說把這個東西送給我了 你怎麼又二次分配了呢 啊 真的嗎 沒聽到 假裝沒聽到的樣子 對啊 OK 沉進去 好 我們把這箱子收起來吧 對 你還補充嗎 沒事 夠了 夠了是吧 夠了 他說你們夠了 太過分了 哈哈 我介紹 我小黃帽放進去 這過馬路的時候可以帶特別醒目 過馬路 好 OK 把箱子拿走吧 好 往上給我的介紹 哇 收穫滿滿的感覺 現在這個就是東西鋪滿了整個桌子 就是選最 哇 這個跟我的這個都很配 來 我們把這二十 不是把這十幾件產品我們先 鋪開 我心裡還是在想這本帳本啊 我想問一下啊 這本帳本你裡面記錄的最大的一筆開銷是多少錢 其實是一萬多啦 因為但是裡面 買包包了 不是不是 是當月其實有買手機 因為那個手機壞掉了 對 最大多的東西 但是裡面其中也有就是每個月給那個 我爸就是記 他當初給你支付提前支付的學費 他當初給你支付提前支付的學費 對 我不如你 我輸 好孩子 在這點上我們都輸了 對 最小的一筆開銷呢 現在把他來得及嗎 可能真的很小 就可能一塊多兩塊多 事物巨細啊 OK 那基本差不多了啊 就是說 涵蓋了生活各個方面 旅行必備 那如果要選出三樣 給他貼上這個旅行必備的皇冠的話 到底是 會是哪三樣嗎 我們這個群策群役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必須是 一味樣 你一定放在最主目的地方 這兩個一定要 貼在一起 這的確是好用 對啊 對不對 的確好用 功能又強 這個觸感又好 對 那意思就是我們這兩關都要戴著 對 這兩關算一樣 這兩關算一樣還算兩樣 算一樣嗎 算一樣 對 因為要一起戴 對 這是一起用嘛 對吧 對 這個一個 我們把這個皇冠給他了 對不對 給他第一名 對 冠軍 對 對 OK 這大家好像沒有意義 嗯 已經很統一 第二個 第三個 有點難選 都很重要 這是夏天用的嗎 夏天用的 嗯 夏天用的可能我覺得電風扇會 電風扇 小心 但是這個不方便 但我覺得這個電風扇它 沒有 不方便 充電保 對啊 如果沒有充電保的話還 就是旅行當中 就是帶電池的那種 但其實一般年輕人都有充電保 對 如果沒有充電保的話 一般就是 你這個話剛才說出來 我聽的不是很舒服 你這個年輕人 我也有吧 對吧 我們都用的嗎 當然有 在統治誰 許安 哈哈哈哈 你這個隨身的毛巾啊 而且這個一架隨身鞋帶還可以防狼 抽一出來就 對 抽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自拍桿也可以 女士經常去很危險的地方 一直要碰到 女生嘛 要注重就是保護自己的安全 那你們說說它吧 在拿什麼 我覺得 如果是我 我要 可以選最沒用的嗎 我覺得 對 不要這種東西 對 因為我覺得 都挺有用的 忽然很喜歡 就是他們已經登頂了 對 其他兩間選了 這個 是的吧 應該消失 吃完舌頭該紅了 夏天 這個其實比你的 漱口水重要多了 但我覺得有兩個人都帶了那個派利德 是不是派利德其實是蠻重要的 派利德也挺重要的 派利德也挺重要的 派利德就OK的 旅行必備的 對不對 因為平時生活當中你好像 比較少 用它機會沒有那麼多 好 那就給派利德吧 是不是 OK OK 好 來幫他貼上 我這個人隨便的 來貼上 那 最後一個名額了 我覺得吧 必須帳本 必須帳本 把這個吧 這意見不同意了 就是不同的意見 大家 就是 你頭髮沒做吧 有這個 推出來就好 就算我早上起來 就是素顏的 OK 你能不能活在虛擬世界裡 照照鏡子你的臉 大哥 你難道不用這個手機自拍嗎 大哥 我現在就 這就是討論到底前期重要 還是後期重要的事情 沒有 我覺得還是這個好 就是這一個套裝比較好 就是 洗護 什麼 修護 修護 養身都比較好 這家洗衣服 對 這三件套 四件套 對 洗護 套裝 我可以這樣啊 你有了防曬 有了拍照 你那些洗護一定要做的啊 對 好吧 這樣可以嗎 套裝可以嗎 可以嗎 我已經準備好了 因為大家都特別 對 就把這一些都當作 那既然這樣的話 就都加了 都當大家一起 對啊 都要了 都要了 那就都可以 就這樣我承認 這個賬本和這個糖 可能會說 都可以 洗洗洗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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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無語啊 這就是女生 對 這個糖就 要不我們現在就把它吃了吧 行李箱已經再重了 想要的東西 一件都不能拉一下 對 因為有的時候 我情願付超重費 對啦 我想說就是有的時候 就不一定這次旅行 一定會帶 但你覺得想帶的東西 如果你沒帶 會影響旅行的心情 對 是的 你們都拿那個嗎 那我把這個拿走了 什麼意思 不是 不是他們想要把這個東西撇開 這樣就顯得我們 這是撇開 很正統的旅行 OK OK 好 那我覺得 因為 這桌上呢 都是大家從心理想中 每個人拿出兩件的 是的 我覺得如果都帶上 也真的不為過 為了讓我們的旅行 跟人家的快樂 我覺得就把它 授予第三個皇冠好不好 好 來來來 親愛歡喜 親愛歡喜 OK 我們回到我們的休息區 我們的客氣板那邊 好 哎呀 我們又回來了 大家每一個人做得 那麼婷婷的玉立 因為我們的心情 很愉快 記得這樣一個心情 我們要感謝一個 我們特別要感謝的 我們的冠名商 德國尼維亞 德國護膚品牌 尼維亞 尼維亞香提止漢系列 夏日元氣LOOK 必備神器 接下來呢 我們要真正的來一些 心靈上的互動 和交互有沒有 就是說剛才我們提到 今天是 這個為了旅行做準備 那去什麼樣的地方 其實也是一個 滿隱私的 或者說滿個人的一個選擇 那麼 今天呢 我們就請大家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想去什麼地方 來 我們的黑衣人 黑衣人要拿一個 來來來來來 這次換這邊 天啊 搞得像忍者一樣 這樣的 這個是 每人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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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三個 這是哪 這是哪 各種 各種國家 美國 巴黎 美國 倫敦 巴黎 義大利 美國 有兩個巴黎 巴黎兩個 就是名勝 墨西哥 埃及 還有中國 日本 這兩個是給你們的 其實都是旅行者 夢寐以求想去的地方 那可能 有些地方你們也去過 甚至說去過了 還想再去 想一想 把你們想去的地方呢 坐上標記 一起嗎 一起嗎 還是 一個一個嗎 注意來吧 好不好 注意來 這是用口水捏嗎 這個 這個 貼紙 這樣打開啊 那我捏吧 我想去 你捏哪呢 倫敦 哇 哇 哪裡啊 因為倫敦 你去過嗎 沒有去過 所以我想去嘛 你另外的地方都去過了 我跟大家一起 你們要一起去啊 對對對 因為她的語言能力呢 不足以 你去哪 我去哪 我可以選擇 幫幫你國家嗎 我這裡還有一張 給你聽 傷人了 中國流行 傷人了 傷人了 這樣啊 說說你的理由 你怎麼突然想要下雨 我怎麼不知道 大哥喜歡哪 你喜歡下雨 對 我喜歡倫敦這個城市 而且我覺得就是 倫敦有一種 我覺得比巴黎浪漫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很喜歡倫敦這個城市 是啊 你夠了 你走開 你不讓你去一個城市 哈哈 OK 就是 就沒辦法 我超喜歡倫敦的 真的 說心裡話 我一直想去的地方 其實就是倫敦 但我沒有跟大家說過 哦 倫敦是我最憧憬的 我覺得做人要認命 是 就既然別上 別人貼上你呢 你就 就算了 打起點 太快去嘛 但是我經過這天 我可能會把倫敦選為最討厭的城市 哈哈 好歹你這樣想 你幫他做了翻譯 你還可以支持他去買個麵包啊 拎個箱子什麼東西 小奴才啊 出門在外 多個人 多把手嘛對不對 OK 但是 通常去國外都是我變成他的 就是助手 所以 所以 我有時候也蠻想去倫敦的 啊 我也想去啊 大哥你留在中國吧好嗎 讓他們兩個去算了 我要不要舉個小紅旗 大家一起去 後天哥你再團一起去吧 哈哈 既然倫敦你們不想跟我去去 我看看其他地方 你們啊啊那個 趙悅你想去哪呢 倫敦 我可能也是倫敦吧 為什麼啊 不要投倫敦 哈哈 這麼說 那如果那我其實 跟隨自己的內心 第一想去是倫敦 那我就選第二個吧 嗯 啊 對 美國 美國 哦 自由的國度 因為就是我 基本上就 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對 這些就是其他的 我也蠻想再去一次 美國 然後就大部分 反正大部分都去過了 但是美國就感覺很好奇 哦 因為就是 有女神像 其實我覺得 而且是Kiki那個造型 之前 MV就 自由女神 自由女神 但我其實個人比較推薦埃及 對 我就是想去埃及 我想去看那個 世仙人面相 還有金字塔 倫敦好 倫敦好 因為就是聽說 金字塔有很多古老的那種 神秘的傳說 想去親眼見證一下 想去埃及 我可以唸嗎 我看到你的這個神態啊 包括你的著裝 也是有一點 埃及掩護的感覺 有一點這個感覺 感覺戴萌的臉型 是埃及人會喜歡的 那種感覺 那你也小心 你萬一去了 被他們相中 你滯留了 回不來了怎麼辦 在埃及當中 所以你介不介意 我跟你一塊兒去 保護一下你 你怎麼哪裡都想去 你到底去哪兒 你選一個 你到底選埃及吧 我沒有去過呀 我都想去呀 對不對 你想去哪裡 那他們先說吧 他們先說 佳琪你先來 想一下 我這些都挺想去的 但是呢 但是倫敦好呀 還是在中國 留在中國 留在中國 對 有在中國 其他地方沒有那個養生的東西 中國其實那麼大 比歐洲很多國家都大太多了 我們上下五千年好多地方 你想去哪個城市 就是想去什麼西雙版納啊 然後想去那種看雪山啊 還有就是很多地方 還有大理 而且很多地方 聽說那個看極光也可以看 雲南是不是 我下個星期正好要去雲南 中國有極光 你介不介意我在那兒等你一下 真的 我第一次聽說 天涯海角啊 真的嗎 就是我們中國真的很多 大家都很 我知道索威可以看直播 其實在中國就有可以看的 我只知道冰島可以看的 冰島 不用花那麼多錢去國外 我們這個緯度可以看得到 而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每次之前有去過國外 我發現我最喜歡的 還是吃中國的麻辣燙啊 沙仙啊 還有吃的湯 養生按摩之類的 我選擇待在家裡 哇 廣西也是個女婿 廣西還有個八馬縣的 長壽之村 對 你可以去 我剛剛的那個泡澡的那個 我覺得他可能適合當那種 即時頻道的主持人 帶我們去 沒有他帶我們深陷 每一個小村落當中的一些秘密 我覺得國外可以給許家紀錄片就好了 叫品味中國 我算不算 叫許家紀錄長生 怎麼樣 中國養生的秘密 下面誰來 我 其實我第一想去是想去日本了 但是我沒有這個經濟能力 所以我決定要留在中國 你也留在中國 沒有 我剛剛那個學費還沒有賺完 中國其實旅遊也很貴的現在 但是因為中國太大了 但是我覺得就是 不會少的 不要哭窮 還得還錢 我看陳寗可能是想去江浙湖周邊 賺錢 你可以去我家 我可以 就去Kiki家逛逛 高田 我們得坐一下 去Kiki家旅遊 看極光 5A級旅遊勝地 林海 有江南長城 等你來 因為你本身就是一道 行動的風景線 極光 好啦 剛才你就 許楊一直不肯 想壓軸了 壓軸 我已經想好了 你要去哪裡 你不會要去墨西哥吧 不不不 這不不 吃雞肉卷 這個 雞肉卷 這裡 美國 美國 對 美國 然後其中有一個特別想去的地方 要東岸西岸 嗯 你是要去紐約還是洛杉磯 我要去Hollywood 哦 L.A 那L.A.的話 我覺得好萊塢 做明星嘛 也需要在那邊 星光大道啊 對 杜比劇院啊 我想去那看一點 而且很多電影裡都有拍的 對 對 厲害 而且它上面不是有那個排排嗎 坐飛機的時候可以看到的 好感覺 對 Hollywood那個半山腰上是不是 對 那你平時應該很喜歡看那種 Hollywood的電影啊 美國的 挺喜歡的 你喜歡哪一部 對 我媽特別喜歡 所以她也喜歡帶著我看 就從小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我們先放下好不好 我有比較喜歡的 女演員叫做 奧黛利赫本 哇 奧黛利赫本 羅馬是我們的女神 蒂凡里的早餐 對 其實羅馬我也挺想去的 就是因為她 西西公主 對 總是會幻想自己是一個小公主 穿著小裙子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比方說你想去這個好萊塢 就是文化很重要 對 那是不是想辦法趕緊去一次 可以嗎 可以阿 可以啊 可以阿 真的嗎 真的嗎 在我們一起 但去之前呢要做一個準備 因為你說你喜歡Adaily Hoban 可以啊 你想不想把自己變成她那樣的女神 或她那樣的女神 我要不收費吧 收費可以是要收一點的 但這個費用我可以幫你支付掉 好好來吧來吧 比方說你要 你要改變造型 第一位就是找一個好的造型師 對不對 我認識一位帥氣有型有實力的 喔 什麼 在哪 費用我也會幫你解決 她是透明人嗎 來你先到那邊 先到那邊 期待喔 是黑衣人嗎 黑衣人 透明人和黑衣人 讓我們有請年輕帥氣有型的 瑞希老師 哇 今天好帥喔 這樣的長相 各位妹妹你大家好 和才華 應該和和本可以配吧 黑馬王 今天好野喔 每天都裝作不認識新一個年 對 因為今天嘛 她是奧戴利赫本的感覺 那因為奧戴利赫本的這個妝容 就比較偏那個年代 比較復古的感覺 她會比較強調這個眼線和眼尾的這個線條 所以呢今天呢 我們會把整個妝容的第一步先從眼部開始 因為我們說 那個年代的話整個眼妝是非常的重要 對不對 因為會比較凸顯眼部的一個線條和輪廓 那我們今天用的第一支呢 我就會用一個眼線液 但是我會做一些小小的改變 研究我今天會用棕色的眼線產品 去做一個眼尾的打造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不流行化 那麼濃的妝了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的妝容要搭配我們 符合我們現在的一些妝容的需求和審美 我就會把我們整個眼線的濃度簡單 最後會選擇棕色 好 那我今天還要教大家一個非常簡單的小技巧 因為那個年代的眼線動上會有點上揚嘛 那種貓眼的感覺 有有有有 一點點上揚 那種眼尾拉長的感覺 那很多女生其實把控不好 眼尾的線條該怎麼去畫 那今天我帶了一個很厲害教大家的 卡片紙大家應該家裡都有對不對 我今天準備的是我們的手卡 卡片紙都有 那我們今天我們在畫這個眼線 要確定眼尾的方向的時候呢 我們把這個卡片紙去放在我們眼尾的地方 好 你這邊操作一下看看有什麼神奇出現 可以看一下 這邊我們這邊兩邊互動一下 對 大王你是不是有什麼話要說啊 跟我們來一個 第一次看到就是拿卡片紙 對 對不對 對 我們一方面要感謝瑞希老師 我們還有自己要感謝的人呢 對 還要感謝就是我們的金主爸爸們 對 本節目由德國護膚品牌尼威亞獨家冠名播出 尼威亞香氣紙和洗臉 夏日元氣洛克必備神器 好 感謝完之後呢 我們有掌聲 看看這邊是不是有變化啊 好 謝謝 那我 大家看到我用這個卡片紙畫的眼線 它的下 眼線的下緣它就會線條特別的明顯 就比較像我們那個年代的眼線 就會畫特別的勾勒形狀特別明確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確定好它的線條之後呢 好 我們稍微往下看一下 往下看一下 我們再用我們的眼線頁筆 把我們眼尾的線條跟我們前面的眼線 去做一個融合 它就會有一個非常自然的棕色的眼尾在我們的尾部的地方 好 那我們這邊也用一樣的方法 那大家可以再對一下會發現 欸 用卡片紙的話 完全不會有不對稱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常常在畫眼線 不光是畫上陽的眼線 一般我們畫眼線的時候都會 偶爾會有不對稱對不對 眼睛會有高低 那用這樣的方法去確定我們眼線的位置呢 就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好 我們一樣還是再往前看 往前 向前方看 來回的塗抹 好 那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非常明確的眼線的角度和位置 那我們現在用我們剛剛一樣的方法 把我們眼尾的部分往下看一下 眼尾的部分去做一個填滿 輕輕的去把它勾勒起來 好 睜開 好 它就會有一個很明確的眼線的線條 我們可以讓玉卓自己看一下 我們不要拿太多 就這樣看 可以看一下 突然變魅磊 對 眼睛都變超好 它就會有一種那種那個年代的女人位在裡面 神韻在裡面 對不對 突然就很復古欸 對 沒錯 所以我們遠看的時候會有一種油畫下眼線的感覺 特別是那個年代很多像長輩 像媽媽就很喜歡有下眼線嘛 其實那個年代也是一定要有下眼線 但我們今天一樣也是用棕色去把它的睫毛根部 輕輕的去做一些填滿 製造出一種我們下睫毛很濃密的假象 好 我們向上看一下 輕輕的掃到我們的睫毛的根部就可以了 好 輕輕的去帶過去 但是千萬不要畫得太重 因為我們要有那種以假亂真的心機感的妝容 這樣的話整個眼睛就會有那種對不對 很自然的濃密感 我們平時化妝還有這種小心機 會用這種眼線筆在底下自己畫假的睫毛 畫下睫毛對不對 畫起初那種假的下睫毛 對對對 那我們用這樣的方法就會更加自然的 讓大家覺得哇 你的睫毛是不是天生就長得很濃密的感覺 就特別有神會放電的眼睛 好 我們再用棕色的眼線筆呢 女生對於睫毛這件事情真的很在意 對 因為現在的眼妝會越來越淡 所以女生越來越在乎 特別是女明星 女藝人 就會在乎睫毛它的一個濃密度 和它的根根分明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們用這樣的小心機 就可以製造出這樣的一個視覺錯覺感 好 那我們這個妝容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我發現那個年代的妝容 她們會特別的喜歡高光特別強 就眉骨要特別高對不對 對 眼睛要特別高 對 眼睛要特別高 對 眼睛要特別高 所以我今天會用一個比較明顯的珠光的高光 去提亮在玉琢的眉骨的部分 去和她的整個眼影做呼應 這樣的話 她的整個眉骨的部分會有一種透光感 對不對 看起來眉骨會視覺上會高一點點 對 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點呢 我先把這邊給畫完 還有一個點呢 就是在眼頭的部分 因為外國人的眼頭都特別的開闊 對 所以呢 它就會有一種視覺上的高光點 所以我們要用化妝的方法去給她加上去 好 還有一點 就是我們這個整個面部的輪廓 我會用一個比較自然的修容粉 用一個比較自然的修容粉 因為大家會發現外國人好像沒有那麼喜歡鼓鼓的臉對不對 對 不像現在很多韓國女生或日本女生喜歡可愛比較飽滿的臉型 她們比較喜歡整個輪廓會比較分明一點 特別像澳大利荷本 她的這一個臉頰會比較凹陷 而且看起來臉會更小 所以我會在玉琢的這個顴骨的下側 會佔一點點比較淡的修容粉 去強調她的整個面部的立體感 那如果對自己的臉型不是很自信的女生呢 你可以在 或者如果你要把額頭露出來的話 你可以在額頭的邊緣也輕輕地這樣 去掃一些視覺上的話 我們整個臉會小一整圈 所以這也是個很心機的方法 如果大家不喜歡像歐美的這樣的一個妝容的話 你可以在整個臉的一圈打滿一個很清淡的修容粉 製造出一種自然的修容感 好 包括我們的 還有一點 不管你今天是畫什麼樣的妝容 我要教給今天大家一個心機的小技巧 你要在你的下巴的下方這一條線上 一般我們會看不到這條線對不對 我們再輕輕地掃在這個下方 對 它就是有一種會像卡通 然後會把你的整個輪廓勾勒得很明顯的感覺 特別像你在拍照 你自拍或者是你上鏡的時候 整個臉型看起來就會特別的明顯 哇 從我這個角度看 楊楊已經瘦了一圈了 對 瘦了好多一下 對不對 真的很厲害 下面那個線條怎麼突然就立刻不立起來 上去了挺很多 提起來 它的下額的地方它就會有個很明確的輪廓線對不對 好 我們用一樣的這樣的位置 輕輕地把臉頰這邊側面凹陷的這個地方 然後去做一個修飾 輕輕地打淡一點點就可以了 如果有些女生覺得自己的臉會比較寬 特別是全弓的地方 你也可以帶一點點在全弓 一點點在髮精的地方去掃一點點 那這樣的話視覺上會把我們整個 顴骨也有修飾的一個效果 好 最後是我們的這個下額線的地方 也輕輕地去帶過去 這樣的話呢 就會有一種 你看整個臉它就會變得形狀很明顯 對不對 好 今天再教大家一個騙人 騙人的方法 為什麼叫騙人的方法呢 為什麼叫騙人的方法呢 因為賀本的鼻子它鼻頭會比較圓嘛 對 而且它的鼻頭上方會有一個凹陷對不對 因為它側面會很翹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靠修容 製造一個比較自然的 歐式的鼻形 歐式翹鼻 對對對 那我會在我們會先從鼻翼的地方先掃一點點 那盡量地在鼻頭的位置可以向側面去一點點 讓它製造出這種鼻頭比較圓潤的感覺 好 輕輕地帶到一點點的上鼻樑的地方掃一點點 效果好明顯 很明顯對不對 對 我們這裡那麼遠都看得出來 好想買它這個修容粉 用杯中草了 其實只要用對技巧就可以 對 手法 大家看一下這個鼻頭的地方 我會輕輕地在周圍畫一個小的圓 特別是如果鼻子比較長的女生 大家可以在我們鼻頭的下方去掃一點點 它視覺上會讓整個鼻頭拉翹 它就會看起來這個鼻頭會有一種立體的這種翹的感覺 對 老師鼻子短的女生怎麼辦呢 鼻子短的女生可以把高光打得再往下一點點 它就視覺上會拉長一點嘛 對 那我們打完鼻青之後大家看一下我們是不是整個 對 大家一邊看一邊收集一下自己的問題 等一下呢 瑞士老師結束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問題拋給她 對 現在鼻子的感覺已經出來了對不對 很立體現在 那我們最後再用一個 遠看是不是變化更加明顯 再用一個比較高光 再用一個高光 然後我會把它點在 在鼻頭的地方 輕輕的點一點點就好 在鼻頭的地方 然後包括 眉心 好 那我們最後呢 要製造出一個完全翹的鼻子 我們繼續用這個 剛剛刷修容的這根刷子 在我們鼻頭上方這個凹陷的位置 輕輕的去掃一點點 輕輕的去帶過去 第一次看到在這 現在就會有一種 對不對 像外國人這樣 鼻頭有一個單獨的圓圓的小鼻頭的感覺 超明顯 對不對 好明顯喔 你是不是控制不住自己要燦爛的微笑了 真的啊 要改變鼻型了 改變啊 我覺得視覺上會看起來特別的明顯 那我們最後再用一個 修容和腮紅 最後用一個 比較怎麼說 外國人的口紅去做一個提亮 整個妝容 好 我會像 比如說在眼下的地方 口紅做提亮啊 對 提亮整個妝容 因為口紅 點亮整個妝容 懂我的意思吧 好 點進口鼻 好 因為其實我發現很多女生畫完眼影之後 眼下會髒髒的嘛 那其實大家應該用 學會用這個高光 高光去把我們眼下的這些 髒髒的眼影粉去掃掉 那不光可以讓整個妝容看起來更加乾淨 而且你眼下的三角去提亮之後 看起來蘋果肌會更加飽滿 氣色也會看起來更加好 所以針對比較容易有黑眼圈的女生 這個方法是非常實用的 學到了學到了 對對對 好 好 那像我們腮紅的部分 我會選擇一個比較優雅的顏色 去配合像 美紫色 對對對 去配合 去配合比較像小黑裙 一些禮服 比較lady感覺的這樣子的一個 優雅 打扮 對 那像這一款腮紅 我們怎麼去製造一個這樣子的 高雅的立體感呢 我會一樣 有時候就要擺出你的態度 你知道 就是你是一個 關鍵時刻到了 要注意這時候 專業專業 手勢要做到 對 那我們掃在哪邊 我們掃在跟剛剛的修容 差不多的位置 讓它跟我們的修容 差不多快融在一起的 這樣的一個位置 差不多在顴骨的這個地方 輕輕地去掃一點點 有一點漸變的感覺 對 讓它有一種跟我們的修容 剛剛 融合在一起 畫在一起的樣子 它就視覺上會覺得 我們這個臉會更窄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的效果 對不對 它的輪廓會更加的往裡推的感覺 真的化妝可以改變一個人 而且可以變 就是有一種整形的效果 好 是 我們把這兩邊畫好了 先是改變一個人 然後改變人的一生 對 改變了一個人的一生 一生 對真的 化妝你用對技巧 真的可以騙人 因為 好 我們把另外一邊畫完 畫在我們這個 蘋果肌的外側 去修飾我們的臉型 許陽現在你是個照片了 沒錯 你現在是了 真的臉小了一半 如果像瑞希老師這樣 這麼會懂女人 或者說會化妝的男生 追求你 你們會 動心嗎 會啊 我天天讓她化妝 對 那我今天要帶來的純色 就是 因為 最近歐美很流行一些裸色 或者是一些比較 比較怎麼說 偏土色的顏色 對 豆沙 那其實很多顏色 其實不適合我們亞洲人的 一些妝容和膚色 那我就找到一支 像這樣子的顏色 它是有一些像 南瓜 然後又有一些像 豆沙的感覺 那它也會偏裸一點點 而且它的上色度很高 我會去塗抹在 浴卓的整個嘴唇上去畫滿 畫一個唇型 那我先塗一筆打機 看出它的整個顏色 是非常的有質感的 而且它是 乾完乾掉之後 它是一個啞光的 妝效 就會非常適合小黑裙 還有整個我們要求的 和賀本這個年代 感覺壯容的感覺 對 感覺很高的 老師把4號留下來好嗎 把4號留給我好嗎 我們下個節目再聊好嗎 下個節目好好聊 下個節目 老師飛一樣的奔走了 對 下個節目的時候 老師發現自己花樣包空了 沒了 好 我們在畫我們的唇型的時候 如果說你對自己的唇型不夠滿意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用唇刷 把唇型勾勒一下 因為其實那個年代 他們很喜歡勾畫唇線嘛 對 那我們現在呢 就盡量的用唇釉 去把我們的這個唇型給勾勒出來 這樣的話會看起來更加的自然 因為其實市面上 口紅的色號那麼多 很難找到跟自己的唇釉 顏色一模一樣的唇線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盡量的 耐心的把我們這個唇型給勾勒出來 那我們 我建議好 盡量把唇峰的地方去勾勒的飽滿一點 圓潤一點 讓它有一點小性感 好 你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贊同是吧 當然 好美 這個成型更畫上去之後 它就會有一種 怎麼說 帶有一些少女感的一些女人味在裡面 整個妝容就非常簡單的一個改造 一點點的小技巧跟一個小的 point 就可以 畫成這樣一個搭配小黑群的妝容 所以這個妝現在已經完成了 OK了 OK了 好 我們要做一下我們的特別感謝 本節目是由德國護膚品牌 尼維亞獨家冠名播出 尼維亞相提止漢系列 夏兒元氣look 必備神器 你剛提到這個 就是說 小黑群的妝容 跟這個妝容 應該是特別的大調 對 當然 好接下來我們有新的期待了 就是許揚 要換上她的小黑群 是 好去吧 我們等待你勝利櫃來 一會因為 瑞士老師現在空了 剛才過程當中你們有很多問題 她可能也沒時間回答 沒心思想 現在就問她 感覺這裡十萬個為什麼 我先把 你先把 這麼標準的姿勢 剛剛那個色號到底是什麼 我等一下私下給導演給她們好不好 OK 可以 我有個問題 就是剛剛許揚嘛 她是那種娃娃臉 那像我們這種本來就是 夏合股很明顯 那陰影到底應該怎麼打 我每次都把自己刷的一個落呆糊一樣 就如果就 我覺得大家在選擇修容粉上面 會有一個誤取 因為其實市面上會有很多 像有珠光的 還有亞光的修容粉嘛 其實像亞洲的 女生最適合的就是亞光的質感 因為像珠光的質感 在歐美她們是用作一個 和修容和原來的膚色之間 做一個 蘊染的一個效果 或者一個作用 所以大家盡量在選擇修容粉的時候 選擇亞光的 然後跟自己的膚色去對比一下 去試一下 它的顏色跟你的這個 本身的膚色會不會對比太大 我們盡量選擇自然的顏色在我們的臉上 這樣會看起來更加的柔和一點 專業有詳細 以後你應該不會有洛塞湖了 我也有個問題 佳琪 老師你多大呀 你想幹什麼 你想幹什麼 你是在接剛才我說的這個 戀愛的話題嗎 我們是相親節目嗎 我們是相親節目嗎 我們是那個 就是因為化妝畫得很好嘛 就很專業 所以很想知道就是 老師你看她多大 猜一下 你們有本事相互說 猜 猜 你是90後嗎 90後嗎 對 95前95後 這不可是95年吧 可以這樣作弊嗎 這不是作弊啊 這是善意的問題 我們在縮小範圍 前 前 95前 95前 我知道了 92年跟我一樣 你 你 表情 表情 和我一樣這句話 你是要證明什麼呢 就跟你特別有緣 是不是 一定要把自己幾幾年也要抖出來 快剪掉 沒人想知道你也覺得 不光要拆穿我的年紀 還要抱著自己的年紀 沒關係大家都知道了 二十出頭的年紀 在審美和這個 很厲害 能力方面已經那麼有成績 像我就是落腮虎 她刷出來就是很好看的羞肉粉 對 厲害 早期也會有一些落腮虎在這裡 不乾淨的地方 早期 弟弟我還有問題想問 弟弟 好輕啊 弟弟 你已經確定我比大家小了 是不是 你比大家小 你夾在中間 只有我們兩個 只有他們兩個 只有你們兩個是你的老姐姐 應該比戴萌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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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嗎 你是93嗎 我是94 啊 姐姐們 秦云是我們離場的 不要不要 現在別這樣 什麼 什麼東西 看嘉賓怎麼那麼氣憤 不一定的 你竟然 你這樣備份就不對了 我們叫了你半天 老師滑過來 說不定她也是為了調節 演出氣氛的對不對 就叫她西弟好了 故意這樣說 西弟 弟弟我叫你們姐姐 弟弟 弟弟 你們現在的問題漸漸的 已經跟這個 已經跟我們 我的專業已經疑問 主業點沒有關係 那再問一個專業對口的吧 OK 之前看你畫眼線 用的是那個 台 就是台本 對台本卡 所以我們平時如果自己畫的話 是用紙巾可以用還是 其實盡量用硬點 比如說像些名片啊 或者是說 其實大家如果家裡有短的那種 雙眼皮的膠帶 那一卷的 你可以先貼在你的這個眼尾的地方 先貼一小段 然後你等一把你的眼影跟眼尾的眼線 都畫完之後 你再給它撕下來 我知道了 那如果我用一把尺呢 就是那種有涼度的尺 我是不是可以畫得更精準 那你可能 兩腳氣 兩腳氣 拿個棉籤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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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這方法 對於燕姐的方式 我今天以後就要 一起來它直接可以用自己手指 它這樣子 這樣子去對那個 金剛手指 但是是失敗的 搭進來不要學 搭進來不要 搭進來不要 不許欺負我弟弟 怎麼可以說弟弟的聲音 怎麼可以這樣 你已經矮一點可愛了 我發誓我今天沒有穿鞋墊 我身高174 這樣子 174 我沒有穿鞋墊 我沒有穿鞋墊 穿鞋墊 那我是1米80的身高 那很高了 有的 有的 那我是你的高溫鞋那麼高 你170 你170 你是180 大哥170 不要緊張 原來170 我170 我要不要到那邊去回避一下 你們在單獨聊一聊 你有什麼問題問問他 你們兩個真的在一起很搭 你知道為什麼嗎 而且你們都很瘦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 兩個筷子 你們都是要殺過來嗎 我一群聚人要吹回去 他們都走過來了 把我的那個矮子拿來 我現在偷換一下 我一群聚人 我錢在中間幹什麼 張和裝 大哥回來 回來吧 別自取情 我這才要講 好 我這也講 你 穩定呢 我這也有霸腿的 化妝技巧 其實我就覺得 化妝這件事情到底難不難 其實很簡單 那你這個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就不對了 因為很多女生 一直在學一直在畫 画的还是不进入人意 你就说一句很简单 我们不答应 这个答案不好 就我觉得什么 就是如果你够了解自己的话 你就会觉得自己的 这个化妆的过程 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你很了解自己的轮廓 你适合的东西 那如果说你一直在 盲目的去选择 你不适合的东西的话 那就会觉得说 非常的难 或者一直在碰壁这样子 好 我觉得化妆是一个技巧 最重要是走心 要了解自己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好像我们的小黑群look的 澳大利后本回来了 好 耶 好 怎么样 换上之后好像更合适了 对不对 你们俩很可爱 对 我今天就是准备好 要搭配这个黑群造型来的呀 他们两个这么搭 你们眼里有没有冒火 没有 我觉得没有 拱手让人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 非常团结的团体 还差一点 对 就是什么 我在怎么说 特别是在夏天 因为我个人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特别是我要针对穿 夏天会穿小黑群 或者是说穿白色无袖 或者是说喜欢露手臂的女神 因为特别是我相信浩天哥一样 也有这样的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夏天在户外做活动 特别是穿衬衫的一些要求的话 对对对 我常常会衬衫一定会就是会有点湿 或者是会流汗 不舒服也不哑观 一定会流汗 对对对 特别是像黑的衬衫会有白字 或者是白衬衫就会有黄黄的 然后甚至是有色衬衫它会是湿的 因为一直在流汗 那我今天要 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 就是来自尼维亚的黑白初衷 爽身器物 为什么要推荐这款产品 因为我们 特别是我们活动的时候 常常会要需要这样的产品 特别是像它是一个无痕的配方 所以就我们在穿衬衫 或者是大家在穿白色的礼服 或者是说黑色的这样的 无袖的这样的衣服的时候 绝对不会出现说有黄字白字 或者是说有汗 有汗有湿湿的这样的感觉 这太重要了 对因为这样的会看起来很湿力 对不对 而且就是对就看起来不优雅了 所以我们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就一定要用这一款 尼维亚的爽身器物 其实此刻赫本怎么能不用这款产品呢 对没错 那另外它也是有那种 抑汗的效果 所以它可以保持我们 整个腋下的干爽一整天 所以我们现在要不要先试一下 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时间好长 可以一整天 对而且在 噴的时候可以闻一下 它会有一点点的香气 对 它的这个香气就会 因为夏天我们通常 喷的香水会比较淡 所以说这样的香气 会让我们整一个 身上这种香味 会流香时间更长 对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 我们流到汗 就算喷了一些 我们的一些抑汗的产品 就身上的味道就不够了 那它的一个香气 就可以让我们整个产品 延续更久的这个时间 那同时因为我个人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敏感的肌肤 因为特别是腋下的这款皮肤 会比较的敏感 因为皮肤比较薄嘛 那用错产品就会什么 就会过敏 对不对 就会长小疹子 那这款产品 它当时五九斤的配方 特别的温和不刺激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这款的时候 绝对不会担心说 我是过敏肤质 或者说我很容易 污出这个红疹子 千万不会有这样的困扰 对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它拿到现场 来跟大家推荐 太棒了 这样的好产品 我们原来都知道 没想到它那么那么的好 真的是整个夏季 人手一品 真的不容缺 所以我们再次感谢一下 我们的德国护肤品牌 尼威亚的独家冠名播出 尼威亚香蹄止汗系列 夏儿元气look 必备神器就说的是它 是的 就是它 对 好的 那我们就再次要谢谢瑞希老师 如果您 谢谢大家 节目之后有什么单独 要跟大家交流和沟通的呢 可以等到节目之后 大家也是这样 好的 谢谢 休息一下 谢谢 圆了我的公主梦 许杨 我们就回到那边去了 OK 太棒 小公主 不要忘了 香香的小公主 是不是真的 不要坐在我边上 有个小公主坐在我边上 所以 你不是埃及艳后吗 埃及艳后感觉自己输了 赚到后面去 好的妆容 好的服饰 好的配饰 包括刚才我们的喷雾之后 整个人的心情状态真的是完美 一等一等 这个时候 再拍照的话 那就一如反掌拍出好的照片呢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 怎么样能拍出 最棒的 最精彩的照片 好不好 那你们有什么要分享的吧 如果之前的所有的工序都已经完成了 就是要一个美好的心情吧 美好的心情 我觉得其实我们拍照的水平还不够 就是有我们许杨玉卓就是个很会拍照的成员 对 对 他真的很会拍照 而且他每天都在自拍 每天都在自拍 对 就大家会好奇的就是你们这七个人里面 谁是最会拍照或者说朋友圈里面精彩照片出片率最高的人 许杨玉卓 这个是这个是许杨啊 这个是许杨啊 每张表情都不一样 很可爱 而且我要说就是他之前在我们出去训练的时候 我们在海外累的就像狗一样累的时候 许杨玉卓还每天都非常有心情 就是大素颜哦 他还能拍出那种就是很有怎么说意境 就很有他自己风格的照片 超厉害 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上了手 我觉得就是每次就是不同的装扮或者不同的心境 要用照片把它记录下来 是 所以我是一个记忆力非常 我们也都想记录 我们记录出来的状态 太难受了 不是我们自己打开手机自己会关掉 就不忍心再看下去 打开相机就那一秒就把它关掉了 那你拍的也实在太长了 这种状态就没有状态的时候 像许杨玉卓她就很会拍照 所以今天是一个学习焦虑的时刻 我们要请大家一起到中间 我们再来现身说法 这个词不好 用什么词 现场焦虑 现场教学 现场教学 对 现场教学 许杨 许杨你可以发誓吗 把你毕生所学都交给我们 以及 所有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是的 毫不保留 毫不保留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焦了也白焦 因为这是看天空 大家加油吧 加油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如果在旅行当中拍出最好的照片 来 我们摆一些pose去看看 我们一起去学习吧 好 但是你们也不一定学得到 没有 我们有自己的风格 对 其实每个人拍照 只是有时候不好看而已 好了 我们也不用拿什么相机手机了 专业的摄像机在这边 我们就摆pose 我们不要脸皮 有人教 有人学 有人看 谁先来 你要不先 模范生许杨欲准 你反正先来 这堂课你当时五会是大师了嘛 对 许杨老师 许杨视自拍 视力 就是先找到一个脸最完美的角度 然后 你的完美角度是 就大概是 每一边 这样子 然后是五角 我也 这边脸 浩天哥你有完美角度吗 三百六十度拍的 拍头顶吧 要不拍头顶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完美角度 这怕你突然把枪抵到我身上来 有意义吗 心很痛啊 希望你也能完美角度 我也是一个在学习的人 那我现在教你就是比较特别的方法 就是 如果没有完美角度怎么办 你要教一下 没有完美角度 你就像浩天哥这样子 我也有点 我右边比你左边好一点 就不要出镜了 有的人会左边比较脸好看 右边比较脸好看 总会有一边脸是比较好看的嘛 对吧 然后 一般正面照这样子就有点普通 然后你可以把背 这样子 哦 这样这样 回头一下 直千金 这样子就看起来比较很不别 很不别 对 我合适吗 你来示范一下 你来示范一下 这个动作应该女生专利我不合适吧 你来示范 没关系 可以 男女通用了 只要颜值够 都OK了 别扭 赶快记录下来 我的天哪 悄悄地做了 悄悄地做了 看到了什么 不要引起大家的议论 我谈到我心里话 虽然这个动作啊 就说男生做的话 的确有一点点不太合适 但是在 我在完成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我本身的肢体 和我脑中的想法 我是顺畅的 说明你这个是有生活的 是 是 从你那个嘴部那个动作 但是 现在这是我学吗 不是你们学吗 我们也有学到 我们也有自己的方式 展示啊 好 戴萌上 这是我刚刚嘛 就是浩天哥用她嘴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呢 还可以加一些眼部的wink 就可能 这样回眸一笑 那很考验拍摄的那个摄影师 然后就这样 然后还可以咬唇 你知道吗 然后就一瞬间摄影师说 好准备 然后转过去一二三 咔嚓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哎呦我的老腰 结果转过去一瞬间 是崩掉了 一下憋住了 但萌是说你没有浩天哥 哎姐姐 我的腰比较老了 我是受到她的启蒙 找到灵感了 很不错 谢谢老师 许杨是每个人都摆这个动作吗 还是你有别的动作 不他们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拍照方式 每个人都来分享一下 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对对 现在现在你们的状态经验应该提升了 男性头状态 每个人来摆一个好不好 每个人来摆一个 对我觉得 每个人摆一个 你是街头 时尚一姐 接下来是时尚一姐 时尚一姐 就是我拍照 我会幻想这个场景是啥 就比如说你已经是啥 你就要心里想着 嗯我今天真的很累呢 等一下等一下 等等 强在哪里 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 就是想象力啊 就是想象力啊 不是你就用这个走 学一学 这个真的不错 哇 我觉得我可能像他那个角力可有感觉 我们有时候去出去拍片啊 然后人家摄影师 就是如果你出这样的 人家摇摇头 他说你要有态度哦 然后一说有态度 马上 哇 哇 他们就特别喜欢这种烂七八糟 对 烂七八糟 对 然后比如说超魔感 总结为自由灵魂好吗 对 还有蹲着拍照啊什么的 就这种感觉 哦 厉害厉害 虽然这动作我不一定会经常用 对 但是真的是很有启发 是的 很有启发 就是要幻想这个场景是怎样的 对 人类 人类 太丰富了 人类 感受太丰富了 人类 OK OK 我扶你了 佳琪我扶你了 那 还有我们的 赵岳 赵岳你是怎么的 赵岳 赵岳一个来吧 因为我是针对就是 就每个人不一样嘛 我就我自己的缺点 我脸部的缺点可能就是 眼睛比较小 所以说我一般就是 就把眼睛闭上 不只是眼睛要睁大 你眉骨这个地方也要 用实力 就是这个样子 对 但这样不怕有抬头纹吗 对这个还好 你没有 你这个地方也要 这个地方也要 持点力 头皮绷紧 好辛苦的感觉 全体都在抖动 好艰辛 好艰辛 然后经常就是 因为我也是 左边脸比较好看吧 为了有意境就是 手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哦 我经常可以学 可以学 然后可以link 这个样子 对 OK OK 还有谁分享 大哥了 我们一人分享一个嘛 大哥怎么摆得都好看 这些就是 毕竟身材在那 身材好 哦 看看 我说的没错吧 还有一个办法 这水源吸死他 就是也有一些极高 哦 大哥 我给你介绍大家 标志心动作 啊 哈哈哈 手还要放头上 手艺 变起来这个脚是关键 对 厉害厉害 你还肢体就不随着你的角度来 哇 就是那种扭曲的美才是 对 就说明你少年 古歌惊奇 但是我觉得只有大哥这种 骨干的身材 做这种才会好看 这不是一般人啊 像我们的身材肉都倒下来 对 而且有时候摄影师他们喜欢放一点 然后就动 不停地动 他就 哇 哇 不停地在走 他就会拍照 噓 噓 噓 这场很精彩 对 并非 徐扬把大家的潜力全部调动出来了 好 好 好 我只能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是 身材可能不太好 短腿戒的那个楷模 首先 先把裤子 玩三圈 够了够了 这一招高明啊 这一招真的是高明啊 实在是高明 然后 没事 这个就是我的时尚 我的point 然后 踮脚 因为我穿的是平底 一定要颠 什么 什么音乐 这个音乐 实在是高 实在是高 什么意思 符合现在的场景 你当自己什么也听不见 踮起我的脚尖 女孩当自强 拔腿往外伸 哇 是当你最长的地方 现在就显得很挺拔 胸又大 腿又长 一下子拉长了 往外一伸 一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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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一点造型 对 然后实在是不行 实在你的裤子不行 然后你就这样 哇 哇 哇 牺牲好大 拼了 拼了拼了拼了 你也是个骨骼精神 你们都这么拼了 来我们往后一点 往后一点 怎么样 我要搞一个 我还有一个就是想法 好好好 上上 就是还有那种不是会让你很自然拍摄吗 就是你有的时候穿纱裙啊 就是要起跳的那种感觉 让它抓住一瞬间 就是你要轻轻地跳而轻轻地落 哦 对 轻盈 就是要轻盈的感觉 就是拍的时候就是 地板差点坏掉 就是你要用 你要用脚尖就是这样 轻盈的走 抓好拍啊 抓好拍 要塌了 整个人都在晃 好了 老小 其实我跟萧英姐差不多 就是一般我拍照也是把腿伸得老长 老长 老长 对 这万变不是集中 没事 它是伸得长 你本来就长 拔腿伸长 肯定是有优势的 你们俩应该一起站起来比比看谁 OK 那这样 我们有一秒钟时间大家共同摆一个pose 好不好 这记录下来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共同摆一个pose 那完了我那些都不得了 那我加上水源西子跟腿长 那只能起飞了 那我只能这样 准备好了吗 手是怎么好 3 2 1 Go 你稳住 好 大盆展时间你们见 啊 今天大哥 来来来来 谢谢谢谢 亲情演出 谢谢谢谢 OKOK 来来来来 回去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 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金主爸爸来自德国的国际护肤品牌尼威亚的独家冠名播出 用尼威亚香提止汗系列这个夏天 元气满满 干爽白嫩香喷喷 噗 鬼头 这又不是Superstar的实力 小街头 这又是什么呢 对不对 那对于Superstar 当然大家有很多很多的好奇和关心 比方说 网友们 比方说你们的粉丝们 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接下来 来我们请黑衣人把这个 满载问题的iPad 拿上来 哇 黑衣人换了个走路方式 黑衣人好厉害哦 好像人家 来来来 每期都在逛超市 好的啊 问题很多啊 我们来看看 来来来来 随便先转三页啊 头两人运气不好就不问他了吧 好 好 嗯 问给大家呢 谁觉得有好的答案 你回答一下 七七问 你们平时在寝室都会干什么呢 发呆 发呆 你咧 睡觉 睡觉 看漫画 看漫画 打游戏 打游戏 聊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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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应该在寝室里学外语吗 这样的话以后就可以不用 学外语 在背后了 当然我外语不好 我可以陪你一起学 我还是讲大哥学吧 没事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打准的套路 你会做什么 看电影嘛 看电影 看电影 对 我在寝室就是 因为我的房间就是有 出门去干别的事我就出门 就是少在寝室待着 因为我的房间有点让自己糟心 对 躲避一下 眼不见为近 对 干脆不看 还有没说的吗 我是打游戏 打游戏 好 好 欢迎个问题 YY问 成员里面 这个问题就已经有答案了 成员里面谁的房间最乱 那你就再补充一下 你到底有多乱 不不不 我 我没他乱 那就是你吧 这个时候就要把好朋友拉转六 他们两个谁比较乱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两个人是邻居 不一样的乱 然后呢 我们两个就经常组团出去 逃离自己的寝室 对 我们已经不想回到我们那个 就是乱乱的房间 Kinky是因为都是衣服 我也是啊 她是因为都是 我也是 我也是都是 都是没有洗过的衣服 就是我衣服鞋子什么乱七八 都堆在一起 各种东西 对 但是呢我也可以找到她 就是我出门的时候还像个人样 我懂了 我懂你这种感觉 四个字 乱而不脏 对 乱中有序 总结得很到位 总结得很到位 就是这样 没错 就是是七普路的那个批发市场 然后高级一点说就是米兰的后台 后台 东西多 东西多 没关系的是吧 好我们看看啊 下面有一位叫我是 我是徐佳琪的小跟班 他的名字 小跟班 小跟班 如果不当歌手的话 你们最想做什么呢 不当歌手 很多适合做的事情 对 就是千奇百怪的职业有很多 之前的话是学习舞蹈想当老师之类的 舞蹈老师 现在很想兼职呢 兼职呢 兼职什么 对 反正就是很多工作都可以 人生那么长 可以去尝试一下 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职业 我们两个有共同的约望 就是当老板娘 你们的老板在哪儿 老板在哪儿 老板在哪儿 我们两个都已经遇上好 要干嘛开什么店 对 我刚刚就想跟你说了 我觉得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 很有钱很有钱的人 什么 是吗 真的 你刚刚也这么说我 你只是因为他们头发是毛红 你以后一定会嫁给一个 他很有钱很有钱的 跟你学外语好不好 跟你学外语 荒岛旅行成员里面最想和谁去 为什么 你们想和成员当中的谁一块去 荒岛旅行 这时候应该选择那种 家中常备各种药物 是要在座的成员吗 生活 对 生活 自理能力强 陈琳吧 陈琳吧 老小 对 老小 自理能力比较强 他是自理能力强 还是说记账能力强 他都强 生活能力强 你说他光岛的时候 记账是拿那种虚枝在那种 沙灯上 在沙灯上 而且没有落枝 要咬破自己的手指 摘着自己的鲜血 本血泪帐 好厉害啊 一本兽皮帐本 天使我没有帐可以给你记了 是这个问题答案 只有他一个人吗 就一定是跟他一起 我选择赵岳 嗯 因为你知道在荒岛 你会有那种丛林 那种地方需要打猎的 这个时候就赵岳 就是要一个打猎的 每天就打那些 每天那个渣鱼啊 都是一个很合理 很期待赵岳穿那种草群 或者那种虎皮 然后为了我做冰 上去打野猪那种样子 然后拿着藤条在森林里 当个人 OK 厉害厉害的 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再来看一个 在这边 舒军说你们在舞台上 这个啊 这个看你们敢不敢说了 太多了 好多食物啊 选不出来 最大的食物 最大的食物 要拿麦克风 对 人脉合一了吧 他有 但是非常巧 就是我演上场了 但是我没拿麦克风 然后你是要上去唱歌的 然后开唱去 之前马上下去 没有没有 但是那天特别巧 前面一个人多带了一支麦克风 这是我们7Sense 另外一个成员 张雨格 他刚好多带了一个麦克风 然后他就先把那个麦克风 放在了那个台上的 最后面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上去的时候 就把那个麦克风拿起来 你们俩心有灵犀 这个就巧了 这是你的 还有什么比较离谱的错误吗 我没有啊 但是我有 但是也是他 他吧 就是我们有一个成员 叫孙瑞 也是你啊 差一点 就是我们有一首歌的那个衣服 是绑带的 脖子绑带的 然后就是他在 就是我们中间 就是有说话环节嘛 就是可能 然后他 一下子把那个人的绑带拉开 然后那个人的衣服 差一点点 就是 真的吗 差一点点 对 他们两个人 很有默契 很厉害 然后我也帮他扶 你出了这么多事情 你还留得不太多 是 你还没有被排挤走 后来虽然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就是彼此之间 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就是好友变成过路人 绝交 就是出问题不重要 对 关键还要留在这 这就很厉害了 是 还没被打死 有背景有背景 有背景 不是老板娘嘛 对吧 很有钱的老板娘 对吧 OK 那问题问完了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 抽两位幸运的朋友 我们把我们的礼物送给他们 有什么呢 我们看看 有这个 我们的府里有 妮威亚的喷雾套装 还有蘑菇街的公仔 我们把它拿出来好不好 来看看 还有你们的 生鞋 海报以及生鞋 这个礼物其实都是 粉丝观众最最最最喜欢的 好喜欢这个 是是是 好 我们的圣上老师把镜头推一推 把这些奖品 给大家看一看 选两位 就刚才提问的 我们选中的五位朋友里面 选两位 提什么样的问题 无人倒的那个不错 对 荒岛的那个挺好的 荒岛那个不错是吧 那个是看出人性的 对不对 舞台上失误的 好那就是两个荒岛余生和舞台余生 对 恭喜 罗命生涯 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这个手上的一些奖品 那我们同事会联系大家 再次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注提出的问题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应该今天节目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不过在结束跟大家说过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话要说 我要感谢蘑菇街我的买手机 蘑菇街APP的独家授权直播 以及潮流时尚快人一步的美丽说APP节目的服装赞助 那说完这些话呢 我们的心里面依旧充满了快乐 但是呢有一种非常不舍的感觉 因为呢今天节目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两个小时的陪伴 其实是短暂的 但我们有一个小 一整周的时间去酝酿我们下一次的这个相聚 对 那我们就用最灿烂的微笑 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 我们下周见了 拜拜 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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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